Phoebus,這條裙子大碼大那麼多 差點可以多裝一個 不要緊,這條裙子可以改 但這條裙子的結構那麼複雜 外面的師傅會不會改的? 你怕外面的師傅改得不好 不如找我們公司的師傅 不過先說明,不便宜的 我真的很喜歡這條裙子 但如果買了大碼,又要改這麼多 又要付這麼多錢,好像不太划算 不如就算吧 我喜歡這條裙子,快點找大碼給我試 快點… 不好意思,這條裙子的大碼 只剩這位小姐身上的那件 那你還不快脫下這條裙子給我? 一看這條裙子就不合你穿了 還是你想扮大妻子 我穿了出去,搏別人讓座位給你? 你真是神經病 怎麼搞的? 這條裙子明明是我先看重的 你怎麼會命令我脫下給你? 小姐,我是這裡的店長 其實這條裙子 這位小姐一早就說要買了 既然你這麼喜歡這條裙子 我就詛咒你 穿了這條裙子走壞運,頭頭盆著客 如果你脫下這條裙子 那些壞運去你身邊的人 如果你夠膽地扔掉它 你會走十倍的壞運 我很害怕 我現在就付錢買了它 我還穿著走 你早就知道得罪怨念學會有什麼下場 是呀… Annie 你怎麼還不穿這條裙子? 你真的相信我有一個詛咒嗎? 原來那個不是普通的女人 我記得在林鄒的時候說過 她是怨念學會成員之一 那我就上網查她 原來她是怨念學會的主席 人稱怨師傅 她可以將怨念變怨力 再用怨力詛咒人 用怨力詛咒人? 一聽就不是什麼好人了 是呀,上網人說她是邪教 之前有幾個不自然死亡案件 警方也有找到協助調查 你說那幾宗人體自然隱命案? 是呀,警方查到 死者生前全都跟她有一個爭執 糟了,我是不應該 因為一時的義氣得罪她的 她不會逃死我 你別聽人家說兩句就這麼害怕 我都覺得她是故意說不好聽的事 讓你不開心 但我真是走壞運 謝謝,我想問一下 小姐,你瘦掉了藥水 裡面是玻璃瓶的,一定會破壞了 不好意思,多少錢我賠給你 三張錢不問 好,又好了 謝謝 不用了 免得我,傻瓜來拿這條裙子走 我剛才又沒有一千五元 我現在上一杯珍珠奶茶也不行 糟了,也不知道要不要用不著 我… 你說不太邪門了? 剛巧才這麼巧 不是,我真的中了詛咒 我之前也不相信邪門 然後我脫了裙子拿去洗 我爸爸媽媽就發燒了 然後我今早洗好裙子 我拿回來穿 他們又突然沒事了 還不是應孽了我一脫裙子 身邊的人就出事? 有時候沒發燒,一會兒就沒事了 你別什麼都入自己了 不是的,我爸爸媽媽雖然年紀較大 但是平時身體也很少病痛 怎麼會突然發燒呢? 我始終不相信那個女人有嘴唇能力 你現在起床,換了裙子看看我有沒有事 不要,我不想你有事 行,我要證明是沒事的 是你自己想多了,高…走 去,去換衣服 怎麼樣?你有沒有覺得有什麼不舒服? 即是頭暈新興那種呢? 你已經換了裙子一早早 我都沒事,別這麼擔心 總之你覺得有什麼不舒服 就立刻告訴我 我立刻換了裙子 如果你真的這麼害怕的話 我送一顆水晶給你 你相信我女人的詛咒 還不如相信我的水晶吧 這顆是黑銀太精 可以辟邪、擋災和擋小印 那我隨身戴著它 你們的風盛海鮮拉麵 謝謝… 還有汽水,打開一盒 謝謝 你買胡椒粉嗎?好 你先喝東西吧 來,來 怎麼了?是不是流血了? 很少血針 糟了,一定是那個嘴就靈驗了 你先抹一下 對不起,一定是我脫了裙子 所以弄到你這樣 是我自己弄盡也與你無關 是沒事的 不是的,一定是連累了你 我現在回去換了裙子 Candy,不要 別弄髒了,可以的 別弄髒了 別弄髒了,可以的 別弄髒了 別弄髒了 你怎麼來三個女兒呢? Finn和Bonnie說晚一點來 那我們先進去吧 好 那Candy呢?Candy是來的還是怎樣? Candy剛才發了訊息給她的群組 她不來 甚麼?這女人的事怎麼回事? 你們不是和好了嗎? 為何又不來?她幹甚麼? 會不會是你… 我有關我的事,我甚麼都沒做過 你是不是甚麼都沒做? 我沒有… 不關朱令的事 Candy不是不想來,而是來不了 甚麼? Candy是因為跟別人搶裙子 所以被人吹奏嗎? 這個女人也挺壞 Candy穿不穿裙子也會人行衰運 這種不平等的吹奏 我覺得下吹奏的人很頑皮 哪有吹奏這件事 肯定是中女兒不放棄才這樣說 Candy也會相信 我也是這樣跟她說的 我還叫她換下了一條裙子 結果我們吃飯的時候又發生了少許事 令Candy更加順利 這個情況正所謂解黏還需系列人 我建議Candy找那個女人解奏 我也有想過陪她找的 但不是解奏的問題 是根本沒有詛咒這件事 是呀,那你找到那個女人嗎? 學會只有網頁也沒有地址 我們就唯有留言 結果那個女人回覆說不能解奏 如果Candy不想身邊的人走衰運 就千萬不能脫下這條裙子 那Candy即是多久沒有脫裙子? 五天了 現在Candy哪裡都不敢去 連工作也不敢回家 說怕客鹽去照顧我 Candy真傻 其實她沒想過可以穿這條裙子 一起去洗澡嗎? 豈不是可以洗完這條裙子嗎? 這些就聰明了 反而Candy讀這麼多書 真是有蠢有天真 我覺得博士學位是你不是她 你們說了,你們別再說了 Candy已經很慘了 我們作為她的朋友 應該去幫她 不是落者下石 不要讓我鼓中 你是不是已經想到辦法 吧